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是举办各种活动和比赛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最怕遇到的状况就是天气凝数 无独有偶的 本集比赛适逢疏力台风侵袭台湾 不过 现在虽然外面正在刮风下雨 但是棚内的比赛一刻也不得平静啊 不论是从竹语 还是一直到上周战争平手的流行舞蹈色比赛 只能用战况劲奔 战况激烈来形容 不管是哪一方都展现出极高的战斗力 为的就是要坐上未免者宝座 看来今天的评审们可不好当啊 想知道本集最后战况会是如何吗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会参赛的加油吧 赛适逢疙力台予顾 不动集最后战斗力人 為什麼要問大家都OK嗎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剛好這個孰立颱風來襲 來勢兇兇啊 那現在氣象報告還在播報 因為他還在那個我們台灣海峽 在那邊盤旋不走 今天本來要來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這個有沒有 一波又三折 首先這評審 對 有的在花咧沒有辦法過來 飛機停飛 火車停駛 那個蘇花公路封路 所以是在現場的這些嘉賓朋友 我真的看到他們好感動喔 不然真的是風雨無阻 不然我們可能這邊都是空空的 對啊整個攝影棚只有我們 部落姓舞台在這邊 挑燈夜戰 所以這就是我們原住民的精神 也是我們部落姓舞台的精神 大家說對不對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你們 你們的熱情真的是 讓我們參賽者真的更有信心 真的也謝謝我們的參賽者 對 不辭辛勞 對 排除萬難 排除萬難 風雨無准 來到我們攝影棚 繼續努力 接受衛冕的任務 講到衛冕了 我們上個禮拜 真的 我說你們那個衛冕J&J 他的真的是很坎坷 他們的錢真的很難賺 三個禮拜 又做擺工 又做擺工了 你看看 不過看他們今天喔 不一樣喔 待會 都沒有睡飽是不是 為了練跳舞 大家眼睛都黑了 很可能 人家是那最流行的煙燻妝 他煙燻到額頭也是有點超過 所以今天真的是有備而來喔 真的 評審團他們真的是 一直開會 一直開會 然後陷入焦灼 都難以決定 可能是製作單位也有下功夫吧 怎麼說 希望說 不要給太多獎金 一半就殺出個陳咬金 先回要給他省一下 不要開玩笑的啦 好啦 接下來請秀琴的宣布 我們上個禮拜 留下來繼續接受衛冕任務的 有哪些衛冕者 是 跟上週差不多啦 基本上 好 足語同樂會 楊晶葉 超辛苦你 十三乖龍 部落青年會的邱婉玲 超辛苦你 熟男熟女班的林玉依 超辛苦你 加油 原創舞蹈師的Dancing timing 好呀 還有精神 上週贊成評審的流行任務社的J&J 加油 你們要加油啦 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辛苦的評審團 今天歌唱組的評審有 台灣族的林文 擁有布農族身份和台灣族身份的胡淵凱 以及台灣族的大三 在舞蹈的評審呢 分別是擁有排灣族和布農族身份的龍小軍 加上賽德克族的盧比瑞 今天誰會成為弗洛西舞台的王者呢 足語同樂會的規則如下 比賽對象為15歲以下 國中小原住民學童 比賽歌曲必須是足語演唱 評分標準分別為 歌曲詮釋40% 音色25% 台風20% 鋪裝造型15% 歌唱組的成績計算如下 歌唱組評審分數佔70% 舞蹈組評審分數佔30% 兩者相加成績最高者為當週衛冕者 已經未免13關的楊金燕 今天要面對的挑戰者 是來自台東阿美族的林承薇 從小就和外祖父祖母 住在一起的她 在耳濡目染之下 母語非常非常的流利 因此她參加了許多母語的比賽 朗讀甚至足語認證 一樣都難不倒她 而咱們的經驗 今天特別用不一樣的表演模式來對決 究竟她們之中 誰可以獲得評審們的青睞呢 來 我們注意同一位 首先出場挑戰的小朋友是哪一位 來自台東的阿美族林承薇 帶來以利高路的輕快的生活 掌聲鼓勵 今天我所要演唱的歌曲是 以利高路的輕快的生活 來 我們做幾支節目 成為成為塞偉 塞偉 成為塞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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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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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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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